新两国论 明确的台面化 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 我感到忧心 股市瞬间大跌 我相信这是民众希望 两岸和平 希望相互交流 希望不要再对抗 必须要拿出办法 这是执政当局必须要面对 未来四年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 政府跟政府之间的来往 那就严峻 我觉得赖清德这样玩的话 他这样搞 尤其在520的这样讲话 其实真的是害死我们台湾人 他就是在混淆国家认同 那么混淆国家的名称 他无权这样说 这个只有全民才能决定 能不能这样说 这个东西混淆了 这个社会会大乱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太多的宣言 他完全不在乎两岸关系 一个动荡的两岸关系 这是大家都不一定见到的 我觉得你大言不惭的 戴清德大言不惭 讲了这么多 台湾该怎么做 该怎么定位的 他不要忘记 根据民主原则 他没有得到多数台湾人的认同 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这样讲